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講一下病 講一下疾病傳播的歷史 還有我特別喜歡講一些東西 經歷了這個考證之後能夠翻案的東西 或者有什麼新的發現的東西 我覺得都值得去回味回憶的 好 當然了 這個翻案其實很有趣的 因為現在隨著那個經驗科技的發展 很多東西我們在教科書裡面讀的 都是要修訂的 甚至教科書寫錯的 這次我們講的就是花柳性病的問題 你介紹一下吧 花柳我沒有這樣的經驗 我也沒有 但是都是一種在傳統以來被困擾著 以前的人的一種傳染病 你一聽這些東西是一些風流病來的 OK 那個風流病它麻煩在的地方就是 它那個的傳染 它那個影響可以比較長遠 就是你如果以然聽人說這些什麼霉毒上腦啊 也影響人的神志啊 甚至乎令到就是說 你說拋診也好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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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有錢啊 做得壞事多啊 有報應啊 就是變成了很多這樣的故事傳說 就中西都會有 所以怎樣去 所以遠古的人不要說遠古啦 一路在這些千幾二千年歷史裡面 那些人去記錄這些疾病 去留意怎樣去治療呢 其實有很多的記錄在這裡 如果你說說回 人類的那個遷律和怎樣去探索這個世界的歷史 其實你都可以寫出一個疾病的歷史出來 有人說蒙古人去遠征歐亞大陸去橫掃的時候 就把這個黑死病也都順便帶去西方那裡 於是死了很多人 而後來在中世紀歐洲到大航海這樣的時代 也都有一些疾病是由歐洲的地方 帶了去美洲的地方 在那個Jerard Diamond那本《槍炮病菌與鋼鐵》這本書裡面 我們依然都提過了 他提出了一個地理演化的講法 就是因為這個歐亞文明 它是更加早進入這個農業文明 於是乎那些種植和畜牧就在一個很小的一個 穿落環境那裡出現 於是乎人類和這些野獸之間的病原體 那種叫做病毒的基因洗牌 還有煉古的過程就會非常之厲害 就比起一個暴獵採集社會 就會更加容易出到一些有害和有毒的菌出來 譬如我們現在看到這些禽流感、豬流感 其實都是這些例子 就算鼠疫這些都是黑死病這些都是 其中一個我想很出名的例子就是天花 是不是? 如果天花追溯回都是這個病毒洗牌 就是由這個人類和周圍的環境 讓相互作用出來的情況之下 勾到出來的一些的病原體 當它傳到美洲的時候 那裡基本上那些人沒有這種免疫力的 那就會中招了 也都有記錄到的就是說 其實有一些的病原體 是由美洲那裡惹回歐洲都有 但是它就mild一些 沒那麼厲害 由這個農耕文明和暴獵採集社會文明的發展差異 由環境決定了那裡擁有強勁的細菌 去毒死了旁邊的人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去 怎樣從這個疾病的歷史去了解 我們人類文明演化的歷史 其中一個很有趣很有趣的關聯 所以今時今日都有人說 究竟這種某種病是由歐洲帶去美洲 還是由美洲帶去歐洲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去證實它呢? 那現在似乎是越來越多 這些疾病基因考顧的方法 我們就更加多這些確切的答案可以拿出來 剛才你說這個梅毒是風流病 如果準確一點就算沒有風流的人 都有可能驗到梅毒的 原因就是你只要有那個皮膚的接觸 就是皮膚有傷口的話 所以有些人他不是有那個性的經驗 或者濫交的經驗 其實他們都有可能驗到梅毒的 你可以說梅毒在古代是絕症來的 是醫院不好的 只要說剛才Jerry Diamond說的 就是一個很狂流的術語 叫The Great Exchanger 就是因為在那個大航海的時代 還沒有出現之前 美洲和歐洲之間的交流是極少的 所以無論是那個植物的種植 病菌的交流 文化上的交流是很少的 就是以前譬如在美洲種的東西 在歐洲是沒有的 是啊 是 又或者反過來 美洲好像沒有馬的 我忘記了是不是 好像是他這樣說的 原本是有的 但是在中間試過絕了種 然後再到歐洲人來的時候 才重新見到歐洲種的那些馬 其實美洲大陸 原本很多東西 其實是從這個亞洲的遠東那邊 那個百寧海峽那裡傳下去的 就是我們看到印第安人 其實他的基因就比較 反而近這個亞洲大陸那些人種的 你說那些愛斯基摩人 其實就介乎於美洲人種 和那些西伯利亞人種之間那樣的樣子 那個樣子是像亞洲的人樣 多一點點的 甚至乎你說那些 初期的那些馬那些東西 有人都說其實是由歐亞大陸那裡傳過去的 所以就 那種 物種的傳入隔絕絕種 重新再引入 你見在那個美洲就比較容易見到 現在其中一個 為什麼要說梅毒呢? 就是因為我們其實一直就說 是哥倫布的那些人帶了梅毒過去的 因為那些人很骯髒 那些人整班男人在船上 所以那些人一下船之後 就行船這幫人 就色情了 所以其中一個說法就是 無論是 有些風流病 有些就他們認為是他們由美洲帶回歐洲的 但是也有些人有另外一種風流病 就是他們這些人由歐洲帶回到美洲的 就有很多這樣的說法在那裡 那現在說明那樣東西 就不是他們說最先有這件事 而事實上這個病和這個人類的歷史 基本上是可能在盤報蔡英雄的 那現在呢 他的新聞有這樣說的 現在台長你都找到一個 有一個照片就是那個新聞上擺出來的 那其實你看到是一個人的遺骸來的 那原來這個遺骸是在巴西那裡 是2000年前的一個遺骸來的 而就由這個遺骸的樣本那裡 就找到這個2000年前流下來的 那些病原體的基因碎片 那就發覺對應到 就跟我們今時今日 這些某一種的這些這樣的性病 它那個基因是相似 那於是乎我們就會說了 至少我們現在知道有一種病 就應該在哥倫布這幫人 由去美洲新大陸之前 就已經是當地的土著 已經有這種這樣的疾病 是流行了在他們之間 就不要賴哥倫布這幫人 帶這些這樣的性病去了美洲了 那是不是說這種病 在我們最少2000年前已經存在了? 其實就應該是的 這些這樣的 其實很有趣 這些這樣的性病 是不是那個淵源一定是和性有關呢? 其實都未必 其實只不過就是在一個疾病演化的時候 它特別容易感染到那個身體的哪一部分 所以有人說 愛滋病 原來當初應該是和親密接觸 比如說有些人類 和其他的物種 和那些星星 有親密接觸 惹回來的 那這個是一個學說 因為你都沒有人真的看到這件事 因為似乎只有這種途徑 才能夠確保了這些這樣的病毒 可以這麼容易地去交換 但是對於其他的這些這樣的性病 就不是每個都是這麼難去傳染的 有些像你說的 皮膚碰一碰就傳染了 有些可能有個糞便到 碰一碰又是傳染了 有些可能要吃了進去 吸了進去 由呼吸到 由消化到 或者普通皮膚接觸 幾種不同的途徑 那你說有一些的疾病 它本身是在這個 哥倫布班人未來 已經在這個美洲大陸 從其他途徑上醞釀了出來 那現在似乎就是至少在 某一類的性病來講 是找到那個證據 但是那個羅勢要精緻一點的 譬如你找到這個 但是是不是大規模呢? 因為在哥倫布之後是大規模 很多人在這個美洲都中招 是 甚至乎是新的變種 是不是? 這個也是講得通 就是我們上一節 去講那個肺炎瘟疫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了 那個變種其實都來自很多不同地方 去引育了新的變種出來的 就是其實最原生的那個種 就來自中國 是不是? 後來就有了印度出來的變種 到了最後來那個 Omicron變種 就由南非那裡引育出來的變種 中間還有其他地方的也都有 不過差在哪一個出來 是可以夠厲害 還有就是能夠橫掃了這個地方 所以你說哥倫布班人 他是不是只不過把其中一個更加厲害的變種 帶了去美洲 而不是說他們從來都沒有帶過這個病毒去美洲呢? 那也是這裡需要再進一步的考證 但是有時候我們寫教科書 或者歷史書寫得很籠統的 就是剛才我們講過 你有沒有去到這麼一個這麼精緻的邏輯就是 咦?雖然他們不是帶過去 但是他們是有那個責任大規模去散播這件事呢? 那你又啞了一輪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設想 就是那個病毒醉初的時候 未必殺傷力這麼大的? 這個就真的不知道 這個真的不知道 還有不一定是這樣的pattern 那譬如你 以我們最近經歷過瘟疫 開頭都好像比較厲害 後來慢慢去減弱一些 但是也有一些病毒就是 它基本上從來不令你有致病的感覺 但是它就一直可以有能力寄生在你身體那裡 也都有可能 它不殺死你 但是在你的身體上維持傳染力 於是它就可以散播得更加軟 所以這個究竟不是說 一開始是否強勁呢? 是完全不需要說有任何假設在背後 但是我們現在譬如說 我們看這副骨 它是不是很像現在說 我們看那些瘟毒染到很末期的時候 那種連那些骨頭都有那些 還是還是純粹我們驗到裡面有那個基因在那裡? 但是現在似乎都是要 由它那個周圍的泥土樣本 還有它的骨頭樣本那裡 去拿回這個數據出來 這樣 所以其實整個內容就是 它的過程就很簡單 抽取樣本做基因分析 然後看看裡面有沒有對應什麼的片段在那裡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有一些的情況可能 從骨頭那裡都給你看到一些證據 但是你這個好看是什麼的病變 是啊 那如果譬如說說回這個大航海那裡 我們現在有沒有條件去從那個遊戲 看看哪些東西帶去 哪些東西拿回來 整個圖表是列出來的? 疾病那裡就難一點了 因為現在比較詳盡的記錄 都是在那個物種那裡 你有件實物在那裡 有一個有形態的眼睛可以看到的東西 對於你說病菌 那個時候都沒有一個很現代化的疾病理論 來去理解哪些東西是 就是哪種病原體 沒有這個認識的時候 那你發覺就是要流傳下來就難一點了 那這裡也都是講了為什麼我們現在要 很依賴著那種泥土 還有那種可能在一個遺骸裡面藏著那個證據 就是為什麼這麼高度發現這些東西 就是要這麼依賴這些來做這麼多的發現 那現在就是你只要有一個好好保存的樣本 那個樣本有很多其他的作證告訴你 是多久之前的 然後它周圍也沒有什麼受到其他東西的影響的 你也都知道它周圍的泥土的東西 很大部分就是由它自己原本這件東西 去遺留出來的時候 找一個好的樣本 然後做一個精確的分析 那其實就已經是解答了很多的問題了 那我們可不可以引申呢 譬如我們歷朝 我們在中國歷史上 舉個例子 譬如漢朝的時候 瘟疫大俠 幾個朝代 我們現在有沒有條件 如果用了這個方法 去找回教英哥來發生過什麼瘟疫呢? 這件事就麻煩一點點的 你都可以問的 那些什麼尼安德塔人那些這樣的樣本 為什麼在歐洲的地方發現呢? 如果你說那些原始古人類的圍骨樣本呢 其實就在東方的地方你都會找到過 但是它們能不能夠保存得這麼好的 這個DNA殘留數據在那裡呢? 你也可以去問的 譬如你說西伯利亞那裡 也可能是一個很好的源頭 因為它們那裡很多凍土 將很多的樣本是動於在那裡 如果你說在 我只是看中國大陸 你說那些黃土高原 又是不是這麼理想去保留 這些生物樣本的一個環境呢? 這樣會打了一個折扣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 好看你那個地理因素 做不做就到 你可以做一個更加有效的基因分析 以往就要好看你近不近哪間大學去做這些分析 但是現在你會發覺那個資訊已經傳遞得這麼遠了 就是那些和DNA那些驗證的東西呢 和那個資訊分享已經是這麼全球化的時候呢 那就剩下來就是 你能不能夠盡量在那個地理條件之下 去找到你想要的樣本來去下這個結論呢? 那有很多個地方呢 當全球暖化之後呢 會有很多東西發現的 其中有西伯利亞 是的 另外就是南極 是的 然後找到很多東西 就是講回我們古代的歷史 是的 好 那我們今集的科學生日完全完成了 那我們下星期再見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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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神秘的夜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和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情 嗯? 話說呢 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那整機人都會死的 有很多網民在那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叫做Shakeshifter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呢 那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呢 就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那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我們在那裡做節目 那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呢 那些人就在追著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著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那些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錯 其實我和阿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的 但是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呢 就要有人扮我們兩個呢 就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 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呢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那如果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的了 好啦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呢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是阿幾圖 對不起